警方說高度關注記者採訪期間遇襲的事件 已經抓了一個61歲男人涉嫌襲擊 稍後或再有拘捕行動 警方解釋 當晚首要的工作是分隔推撞的人士 又說與集會人士握手是基於禮貌 做法適當 再由何凱寧報道 星期六晚的集會 多名新聞工作者遇襲 警方被質疑沒有職場抓人及制止事件 警方就說已經適當調配警力 而當時首要任務是保護受害人避免繼續受襲 已經是即時將雙方分隔開 亦都揭力保護被襲擊的記者及視影師 護送他們離開現場 但同時亦都有向遇襲的記者及視影師作出調查 亦都在現場尋找目擊的證人 和一些可疑的人士 至於在處理衝突期間 警員和支持警方執法的集會人士握手 警方說是基於禮貌 有些不同的地方發生一些推撞 或者口角 或者是姿態的碰撞 當時的警務人員 未必可以看到現場的情況 當有個市民 在街上巡邏的市民 和他們做一些友好的打招呼 我相信作為一個警察 他支持我們的工作 當然我們不會理會任何背景 我們亦都要很有禮貌 跟他們握手 這個不是不合理的 警方譴責暴力事件 而案件已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調查 警方為問遇襲的新聞工作者 並強調任何人士都不能將不滿訴諸暴力 無論該名人士有甚麼背景 警方都會果斷執法 NOW TV記者何凱玲報導